蜂猫祭是什么呢?和宠物展又有什么不一样? 居然还有西猫的地方诶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吧 这天要去办在原山花博的蜂猫祭 因为网络上关于蜂猫祭资讯不是很多 评价不一 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去看看好了 趁着好天气来原山走走 一走进来就看到很多猫咪插画作品 超级可爱 有很多宾室猫诶 蜂猫祭和一般宠物展不太一样的是 加入了给养猫新手简单有趣的介绍 像是这个 从视觉判读猫咪的肢体语言 以及猫鼻子的功用 猫舌头的功用 还有有趣的互动看板 那提示三角脸 这个很像是在帮猫咪看手相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提算是哪一型的 那提是黑白猫 非常好动的 这边还有猫咪的占卜 丢了一颗球就可以看到占卜的结果 接下来就看到疯猫祭的吉祥物啦 有形象代言大使和传说中的六猫神 我找到了一只丘比特猫 天花板还钓了很多豆猫棒 旁边就有猫砂河道 介绍了花生砂 纸砂 还有水晶砂 看起来彩刀就超痛 还有豆腐砂 那提现在在用的 还有墓穴砂 最后是矿砂 那提之前也有用过 居然还有猫猫算命了 还有一整排的猫咪扭蛋 是猫砂店吗 对 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 居家环境里面压力减少沙磨换 而且它是环保材质 它会透过这个孔洞 把沙子留在袋子里面 然后不要用的手段 再倒出来 再倒出来 设备连线 要配对就对了 要配对 家里面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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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提供可以吸猫的地方 自从养猫之后 我就不太喜欢去猫咖啡厅或是多猫的地方了 所以吸猫区我就pass了 我吸那体就可以了 这边还有一只巴斯猫 这一只是食神猫 这边是风猫记的论坛讲座 在我来的这一天刚好才介绍猫咪的皮肤疾病 走上二楼就看到了一只招财猫 我们可以返回人类世界啦 也许是因为场地不大摊位不多 流行管是绿建筑所以没有空调 场馆太热了 所以对猫咪不是很友善 加上还要入场费 所以评价包别不宜 整体逛下来 有猫咪简单介绍还不错 摊位多一些会更好 并且增加猫咪展览的丰富度 好和宠物展做一些区隔 好啦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啦